欢迎回来 亚洲最大的台北国际电脑展 周二即将正式开展 预估将会创造250亿美元的商机 而台湾上市双A笔电品牌 红基和华硕 今天双双抢在开展前推出新产品 从智慧型手机、平板到UltraBook和变形笔电 接下来马上带您看到两架大厂的最新产品 台北国际电脑展即将登场 笔电大厂红基和华硕 双双抢先发表多项新产品 红基上午率先端出首款5.7寸 四核心智慧型手机Liquid S1 结合平板电脑和智慧型手机的双重特性 一边讲电话 一边可以同时打开多个视窗 多工处理一直搞定 所以其他的功能像是Note或是Camera 都可以在同时间使用 还有这款8.1寸平板Iconia W3 内建2013版Office应用软体 搭配全尺寸蓝牙键盘 使用完毕 拔起来就可以合体轻松带着走 这个touch跟这个打字都要很顺 然后又是全功能的 把整个桌上型的功能 全部收到那8寸里面去 新款手机和平板吸引全场目光 对手华硕也不甘示弱 在不到1.5公里之外的新一区酒店 大阵战发表超过10样新品 华硕推出6寸平板电脑 FonePad Note 结合娱乐 通话和手写功能于一身 另一支四核心 7寸平板 Memopad 重量只有302公克 16G售价才149美元 抢供新兴市场 华硕这次的重头戏 全球收款结合笔电 平板和桌机三合一的Trio 荧幕就是独立的平板电脑 键盘基座还可以外接荧幕 成为整套桌上型电脑 Trio更搭载Winbar和Android 双作业系统 让使用者随时轻松转换 台北国际电脑展4号在南港展览馆 世贸一馆三馆和国际会议中心 一连展出5天 外贸协会统计 今年电脑展预估可以创造250亿美元商机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家伟 吴伯萱 台湾台北报导